订婚宴上 号称是我白月光的女人突然出现 她盛气凌人地宣告自己的地位 堂而皇之地搬进我家 指挥我家庸人 叫嚣我的未婚妻 不是 到底是谁和她说的 她是老子的白月光啊 柳如烟高挺着自己的胸膛 满眼不懈地打亮着眼前狼狈的女人 她的脸打了浓厚的粉 我几乎看不出她的五官 我看着她那身着实有些廉价的裙子 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她每动一下 就会有不少亮片掉落在地 周围的人窃窃私语 带着稀稀拉拉的嘲笑声 陆家妍 我回来了 红色的礼服裙格外张扬 她的大红唇微微一勾 露出是在必得的笑容 我有些愣争 她怎么回来了 跌倒在地上的女人发出闷哼声 我心头一紧 手脚紧张地扶起苏江 仔细检查着她有没有受伤 苏江气得眼眶通红 保持着明媛的风度 这位小姐二话不说 就泼了我一身红酒 这件裙子价值两千万 记得赔偿 柳如烟眼底蔑视 象征性地扶了一下自己头上的皇冠 她的自信坦然 仿佛她才是这场宴会的主角 上下打量了一番我们后 她才轻飘飘地开口 得了吧 要不是我不在 哪里轮得到你站在这里和我说话 不过就是一个靠床上位的狐妹子罢了 真不要脸 柳如烟的话语成功激起了苏江的怒火 她愤怒地甩开我的手 毫不客气地甩了柳如烟几个巴掌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指着苏江的鼻子 破口大骂 陆佳妍告诉她 我是谁 今天你不把这个女人赶走 你休想再见到我了 她火帽三丈 不到一米六的身高上蹿下跳 像个气急了的小猴子 柳如烟插着腰 试图对我进行言语威胁 那些亲朋好友们也好诚以下地期待着我的回答 这位大姐 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又出来发疯了 顿时 哄堂大笑 柳如烟尴尴尬地脸蛋涨红 气恼地蹬脚 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可是你的白月光 现在我回来了 你应该和我结婚才对 我握住苏江的手 身体有些僵硬 这大姐知道她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们俩很熟吗 柳如烟眼眶通红 虽见油脸 抹着眼角的眼泪 我知道了 是我当年一走了之 让你受伤了 现在我回来了 你相信我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她越说越有底气 试图牵着我的手 被我猛地挥开 我抬手让人保安 把她轰了出去 就是这样她还不死心 廉价的裙子 在她的挣扎中被撕裂 她的身体部分裸露出来 看到了下面那层黑油油的肌肤 带着轻轻紫紫的痕迹 脖子上还有着草莓印 苏姜有些看不下去 丢了一件外套给她 却被柳如烟甩开 她瞪着苏姜 贱人 我不知道你给佳妍 灌了什么迷魂汤 但是她一定是我的 朱沙智永远斗不过白月光的 我属实是被她的胡言乱语 给气笑 正准备抬腿踹她 我的朋友都拦住我 你也不是第一天 认识这个疯婆子了 大喜的日子 和她呕什么气 柳如烟的自信 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领教过了 那天我和朋友们 打完篮球比赛 中场休息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撞向我 我们两个人 双双跌倒在地 柳如烟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肉嘟嘟的身子 显得格外笨重 压得我喘不过气 她鞠躬连连向我道歉 在场的观众 都在取消柳如烟 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居然敢笑想陆佳妍 她的头低的仿佛 要钻到土里 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着 我听着这些不堪入耳的话 下意识地醋眉 历生极色地警告 在场的同学 不要随意开别人玩笑 我递给柳如烟一张纸巾 温柔地安慰她 不要管别人的流言蜚语 你做自己就好了 我以为只是举手之劳 对于她感激的目光 也没有多想 后来我才知道 当时学院里的同学 都对柳如烟 有着不好的评价 在宿舍里 她时常偷室友的东西用 被抓到了还倒打一耙 说是有瞧不起乡下人 在班上也是不声不响地 给自己小组报名各种活动 回一个没做 功劳却是第一个领 柳如烟的家境不是特别好 宿舍楼的外卖也时常丢失 即使被抓了的现行 也还嘴硬着 我有些不相信 毕竟学校也是名牌大学 能考进来的学生 按理来说 道德不应该有很大的问题 我也只当是笑话听一听 柳如烟娇羞地堵住我 递给了我一个杯子 里面白乎乎的液体 也看不清是什么 陆同学 这是我亲手泡的豆浆 你试试看 我狐疑地打量着这杯豆浆 上面还漂了一层油 杯子口带着一些黑点 有些尴尬 我委婉地推举了它 柳如烟环视了一圈 周围看好戏的人 脸也涨得通红 注意到一些别人的嘲笑声 我还是伸手接了过来 她的眼睛顿时有了光亮 眼神坚定地望着我 陆同学 我已经明白你的心意了 你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 过几天我就给你答复 我一头雾水 什么就我的心意了 朋友们都劝我 不要和柳如烟走太近 我一脸不解 反而苦口婆心地告诫他们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 不要因为这个 就去歧视人家 我不知道的是 墙角的背后 有人在偷偷地听我们的聊天 大学的时候 家里有钱 我长得也人母狗样 又一个漂亮女孩拦住我 递给我一封粉红色的情书 我有些不好意思 正准备拒绝女孩时 不知道哪里窜出来 一个大黑耗子 将女孩狠狠撞开 小见人 小小年纪不学好 勾引别人男人是吧 柳如烟面色扭曲 撸起袖子就要揍女孩 我急忙拦住她 她今天穿着一身的黑裙子 还化着刻意的妆容 有些不伦不类 陆佳妍 你也要替她说话吗 她在勾引我男人啊 柳如烟语气有些哽咽 她无助地撇过头 仿佛她才是那个受害者 我没有搭理她 扶起倒在地上女孩 细心地帮她拍掉身上的灰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值得更好的人喜欢你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女孩健壮 也只好不情不愿地离开了 柳如烟对着她的背影耀武扬威 敢勾引我男人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她迅速收敛自己的表情 害羞地靠近我 佳妍 我就知道你喜欢的是我 我如遭雷劈 愣在原地 严肃地警告她 同学 我想我们肯定是有误会 我们俩并不输 她不客气地弄了我一拳 贝亚 你害羞什么 我都听到了 她滔滔不绝地描绘了一番 我的爱意 打篮球的那天 我在别人面前维护她的尊严 明知柳如烟会遭受众人的白眼和流言蜚语 但我在所有同学面前仍然接受了她的豆浆表白 柳如烟被我隐晦而又热烈的爱意所感动 佳妍 我愿意嫁给你 虽然我的爱没有你的多 但我会努力追上你的 此刻 我无比想要穿回去 抽死那个饭船的自己 柳如烟嘟着嘴想要亲我 我瞧见她那张越来越近的脸 手脚并用地跑了 回到宿舍 我还没来得及平复心情 室友们将我团团围住 打去着我 行啊你 小鹿 原来你喜欢这么重口味的啊 他们把手机递给我看 学校论坛上关于我和柳如烟的事情 被讨论得热火朝天 柳如烟在上面大胆开脉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喜欢陆佳妍 但是我愿意接受她的追爱 后面还附上了一张我深情款款的照片 学生们纷纷嘲笑她 说她是一想天开 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 你们这些人就是嫉妒我 就等着被我一辈子踩在脚底下吧 我越发愤怒 联系论坛把帖子下架 趁着马上下课 我立即拦住她 柳如烟有些意外 兴高采烈的 像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同学 宣布自己的男朋友来了 家妍 你是来带我去见婆婆的吗 我都还没准备好呢 这也太突然了 她话里话外都是得意 学生们都被她的厚颜无耻 给震惊到了 都朝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她居然还知道母亲这几天回来 私下里去调查我 我直接打断她 面上已经是不耐烦 这位同学 如果有病就去治 请不要在外面随意造谣 否则 你等着我的律师喊吧 柳如烟的脸色瞬间苍白 她有些哆嗦着嘴 不死心地接着追问 你肯定在开玩笑 你别闹了 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你觉得你的家事 配得上我们家吗 也不等她的回答 我禁止离开 本以为她会就此收敛 没想到她更加变本加厉 自那以后 柳如烟一直打着 是我未婚妻的名号 在外面肆意妄为 面对别人的质疑和嘲讽 她也一概不理 我几次三番警告她 却被她认为是男人的小把戏 我不过是口实心扉 怕别的男生抢走她 借此手段吸引她的注意 母亲给我打来电话 透着电话 我都能感受到她的愤怒 意外的是 还没等我再次出手 柳如烟那天 居然穿着一身名牌来找我 她拎着一个昂贵的包 如烟不舍地和我道别 家妍 我知道你对我这样 都是有苦衷的 但是为了你 我愿意做出让步 我也没搞懂她在发什么疯 后面就听说她出国了 我也就松了一口气 直到我和苏江订婚 她居然不请自来 我期待已久的订婚宴 被柳如烟给破坏了 心里窝着火 没想到她后面还要跳出来作妖 两个灰头土脸的人 在公司门口大喊大叫 他们插着腰对着保安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女儿以后 可是这里的女主人 这里的老板可是我女婿 我劝你赶紧放我进去 不然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保安大叔看到我 给我打了个招呼 那两个陌生人看到我 仿佛两只恶狼看到肉 眼里发出贪婪的绿光 与人扬着头 眼底轻面 你就是陆家妍 长得一般 不就是有点小钱 就是你想娶我女儿 是吧 我疑惑得皱眉 没听说苏江还有一个妈啊 你想娶我女儿也行 彩礼三千万 还要给我和她爸 一人一套 一百平米的石中心房子 你能做到 我就勉强考虑你们俩在一起 男人勾搂着背 连连附和女人的话 他们俩突如其来的的狮子 大开口有点莫名其妙 你女儿是谁 女人瞪大眼睛 当然是我们如烟啊 你别想睡了我女儿之后 就翻脸不认人啊 我告诉你 没那么好的事 又是这个女人 她怎么阴魂不散啊 我冷漠地开口 表示我并不认识这个人 见到我尸口否认 刘母直接躺在地上 哇哇地哭 控诉我不当人 大家快来看这个渣男啊 睡了我女儿 就想跑啊 可怜我女儿在家里 每天一泪洗面 下班的路人驻足 对着我指指点点 刘父也拖拽着我 不许我走 保安拦住他们俩 我没有理会准备离开 和这种人纠缠下去 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阿姨直接拖住我 对着我就是劈头盖脸的教育 刘母眼里闪过得意 沾沾自喜地瞧着我 既然大家都说不清 那我们还是请警察 过来解决比较好 或许是小老百姓 对于警察的敬重 刘家父母一下子白了脸 刘母假装 唉声叹气地挥挥手 表示这都不和我追究了 只要我把她女儿 流产的钱出了就行 我忍君不惊 路人看到我的反应 更加一份填膺 你拿出证明 我和女儿认识 我就把钱给你 阿姨们拉扯着我 指挥着刘母 把证据拿出来 刘母使了个眼色 柳夫微微缩缩地 抽出手机 她自信满满地亮出照片 一时间 在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柳家夫妇 还没有意识到 气氛的奇怪 嘚瑟地拿着照片 到处晃悠 你赶紧拿钱 不然我就告你强奸了 柳夫意识到不对劲 她拉了一下刘母 两人看着手机的照片 大惊失色 上面根本不是 柳如烟和我的照片 而是她和一个黑人 赤身裸体的床照 这摆明了 柳如烟的男人 另有其人 却想让我背锅 柳母慌乱地 拿出另外一张照片 表示这才是证据 而她所谓的证据 不过是柳如烟 拿着我的杂志照片 一起合照而已 柳家夫妇的话 在众人面前 没有了可信度 他们转头唾骂柳家 父母不要脸 给自己的女儿找下家 妄想攀龙复凤 着实可笑 我黯然自若地 看着他们灰溜溜地离开 没想到刚回到家里 发现一波又一波的人 正拿着首饰衣服 往家里送 我拦住他们 询问情况 得知是我的未婚妻定制的 心头涌上喜悦 苏江终于答应 搬过来和我住了 压抑住心中的兴奋 发现家里的佣人 都整齐有序地 跪在柳如烟的面前 他漫不经心地 磨着自己的指甲 狠狠地一巴掌 落在女佣的脸上 打扮得这么骚 做什么 你是不是也想上位 爬上我老公的床了 女佣的身子抖入筛糠 流着眼泪 表示不是这样的 柳如烟一顿输出 每个人都是 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不服气的管家 扶着女佣站起身 同柳如烟争论 我在这里坐视这么久 只知道苏江小姐 是未来的女主人 你是哪里来的妖魔鬼怪 也敢在这里狗吠 柳如烟气急败坏 头发丝都冒着怒火 你也配知道我的身份 当年佳妍喜欢我 谁不知道 轮得着你个看门狗 质疑我 桌上的被子 砸到两人的身上 管家不知事情真相 也不好还手 硬生生地接下女人 不堪入耳的辱骂 柳如烟正准备一脚踹过去 却被我抓住 她正准备开口骂人 看到是我 扭曲的面庞 瞬间挤在一起 佳妍 你终于回来了 正好看看 你的房间在哪里 这些东西 都还要搬上去呢 她一脸娇羞 粗壮的大腿 让我险些握不住 这些都是你打着 陆家未婚妻的名义订购的 柳如烟满意地招呼 这些服务员 把东西都运到楼上去 娇称地垂我胸口 我知道你昨天都是迫不得已 世家联姻 我都理解你 但是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 我不能再眼睁睁地失去你了 她说的声泪俱下 我不满得醋眉 主管把订单递给我 讨好的笑着 陆少爷 你看这个钱怎么结呢 柳如烟自顾自地往楼上走 四处打亮着房子 嘴里还嘟囔着 这些装饰都不好看 回头都给我换掉 是我让你送过来的吗 我的质问让主管一愣 他拱着腰 冷汗直流 是您的未婚妻 让我们送过来的 那你找他 我的未婚妻是谁 你们也不认识吗 都给我滚 这群人哪里能不认识苏江 无非是抱着侥幸心理 想从中大捞一笔罢了 主管立即明白了我的态度 腰也硬了起来 把订单甩给了柳如烟 柳小姐 既然货已经送到 麻烦您结一下账 柳如烟还想要让我帮他付钱 撒娇地扭着自己的身子 他跑过来的时候 我感觉到地都在震动 管家拦在我的身前 柳如烟面色不满 骂骂咧咧地踹了一脚保安 反被人擒住脚 一个翻身 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么多年没有见他 他比从前出落的 更加稳重后实 摔的打底裤都露了出来 柳如烟自牙咧嘴 陆佳言 你不要太过分了 到时候我躲到天涯海角 你再也别想找到我 我真是没太明白 他到底哪来的自信 认为我喜欢他 等警察赶来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被人压制 那些昂贵的衣服 被他扯得七零八落 由于他的蓄意姿势 被关押教育了几天 而柳如烟也面临着 几家品牌的追究赔偿 我蠢蠢欲动地 带着苏江到了酒店 等了这么多年 总算把他骗到了手 浪漫的玫瑰花洒了一床 蜡烛的光照在 我们俩的脸庞上 眼看气氛就要到了 我正准备深情款款地 来一段告白 房门发出剧烈的碰撞声 我气恼地循着声音看过去 柳如烟带了一大群人 冲了进来 他二话不说 就抓起苏江的头发 一巴掌扇在 他漂亮的脸蛋上 贱人 你怎么贱呢 知道我回来了 还敢带着我老公 出来开房 看我不打死你 我瞬间跌下脸 摄像机和闪光灯 照得我睁不开眼 迅速掐住柳如烟的脖子 怒火在不断上用 他那张大饼脸 此刻更显得扭曲 你为什么不放过我 是谁给你的自信 让你这么不要脸 他呼吸喘不上来 苏江急忙拉开我的手 记者们找到空 话筒对到我的嘴边 这位先生 被原配抓奸 你居然还想要对他动手 你是怎么想的 您公然带着小三开房 是什么样家教 直视你做出 如此没有道德底线的事 他们一生生地质问 我看着眼神里带着杀意 各位今天对陆某的质问 我都会记着 可以来陆时找我 记者们面面相去 脸上有些惊恐 纷纷对着柳如烟质问 你怎么不说 你抓的是陆总呢 真是坏我们大事 柳如烟刚刚缓过神 他艰难地抓住我的腿 鼻涕眼泪 都蹭在我的裤脚上 我头皮发麻 用力地想要正脱开 却纹丝不动 我才是你的白月光啊 你怎么能为了 这个狐狸精 对我动手呢 我的耐心逐渐耗尽 苏江蹲下身子 摸了一下柳如烟 穿着的衣服 你也知道是世家联姻 你觉得凭着你的穿着 拿什么和我比呢 柳如烟唾了一口唾沫 看着苏江的眼神 翻涌着恨意和厌恶 谁不知道 当年佳妍为了追我 闹得人尽皆知 如果不是他母亲 逼着我离开 现在和他结婚的 应该是我 我的脸上染上疑惑 怎么还有母亲的事 苏江淡淡地呕了一声 随意地挽着我的手臂 阿姨不会特意赶你离开 你应该也拿了 不少的好处吧 你还回来 男人我就让给你 我下意识地 搂紧了苏江的腰 心脏被高高掉起 我就知道 苏江没有那么爱我 柳如烟像是被踩住了尾巴 赶忙反驳道 那个钱给了我就是我的 凭什么要我还回去 你占了我男人这么多年 我还没找你要钱呢 小剑蹄子 你也不看看 你什么身份 我清楚地捕捉到了 他眼底闪过的心虚 我忍无可忍 踩住他的背 他像一条扑腾的海龟 翻不过身 你瞧瞧你这张脸 哪一点比得上江江 你要是再来骚扰我们 我送你去吃国家饭 柳如烟趴在地上 怨毒的目光 死死地黏在我们的身上 没想到 还是有不怕死的记者 为了热度 将在场的视频 掐头去尾 配上了豪门公子 为小三怒甩员配的标题 一下子就引爆了舆论 出现了大量水军 开始抹黑我和苏江 柳如烟在屏幕面前 哭诉自己的悲惨 神奇的是 这些网友却没有被带跑 他们质疑视频的完整性 何况柳如烟所为我们俩恩爱的证据 倒像是劣质的P图技术 某个小区里 柳如烟脸上轻肿 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黑暗里的男人踩着他的脸 鸡里咕噜地吐出别角的中文 柳如烟害怕的磕头 表示自己一定会完成任务 两家人在包厢里谈笑自若 我紧紧地抓住苏江的手 还有些慌乱 我们俩马上就要结婚 我正准备拿起茶杯 服务员立即接过 拱着腰替我倒茶 他不经意地凑近我 用他那波涛汹涌的部位 摩擦我的手臂 我吓得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苏江语气冷硬 我看向倒在地上的女人 衣着不整 胸前的部位若隐若现 同旁边制服整齐的服务员 形成鲜明的对比 与人的脸呈现出不自然的形状 有些病态的苍白 尖锐的可怕 佳妍 我现在变得好看了 你就回到我的身边吧 一听到她的声音 我瞬间拉回了记忆 怎么才三个月 她就变成了现在这浮贵样子 也不知道柳如烟 是受了什么刺激 居然从一个160斤的身子 变成了现在这样受穴 她艰难地站起身 脸上的动作僵硬 似笑非笑 我才是你的白月光啊 我现在为了你 特意整了容 你都忘了 我们曾经那些 美好的回忆了吗 我哭恼的服务呃 没忍住自己的困惑问她 到底是谁和你说的 你是老子的白月光啊 母亲也察觉到不对劲 她细细打量着柳如烟 想来温柔的母亲 也表现出了厌恶 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女孩 果然是女大十八变啊 瞧见母亲 柳如烟愤怒地瞪着母亲 就是你这个毒妇 让我和佳妍分开了这么多年 如今我回来了 你休想再赶走我 柳如烟趁我不注意 立即防备式地扣住我的手 眼里含着泪水 或许是因为整容的关系 我看着她那张脸 有着些许的可怕 当年我真的没有想抛弃你 可是你妈逼着我离开 我也是没有办法 说着 她扶着脑袋 有些昏昏沉沉地 倒在我的身上 苏江立即抽开我 柳如烟还想美美地 倒在我的怀里 却摔了一个狗吃屎 母亲淡淡地开口 柳小姐 你当年可是诈骗了我五百万 柳如烟脸色大变 急忙和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是你母亲拿着五百万 把我赶去国外 我才不得已退学 笑死 她不会以为自己是小说女主吧 我母亲可从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这时我才知道 当初柳如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知道母亲回国了 她特意跑到公司 拦住母亲说起 我在学校公然向她求爱 柳如烟在大马路上公然指责母亲 不配为人母 是一个黑心的资本家 你儿子一定选择我 你这个老女人不要想拆散我们 她把自己当成了不畏权势的自强女主 跑到母亲面前宣战 但是我身上有婚约 母亲得知这件事后 也是给我打来电话 骂了我 柳如烟高傲地扬着自己的双下巴 伸出五根手指 母亲以为是五十万 她正准备报警 有人敲诈 柳如烟一脸无语地摇摇头 表示是五百万 只要给了钱 她就会离开 不然她就会报警 说我性骚扰她 拿到钱后的柳如烟 也是马不停蹄地去了国外潇洒 知道这背后事情真相的我 被震惊地目瞪口呆 柳如烟坚强地仰着自己的头 我那是被逼的 如果我没有钱 我的父母就会活活打死我啊 她怨恨地指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你们就见不得我好 我只是找回我的真爱 我有错吗 柳家父母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几天不见 他们身上已经换上了精致的衣服 经手势快要晃下我的眼 留母目中无人的样子 和柳如烟如出一辙 她指着母亲 你就是陆夫人吧 听说你儿子非要娶我女儿啊 也不等我们的回答 她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这个彩礼五千万是不能少的 还要两栋别墅 三辆车 以后他们小梁头有了孩子 这个保姆月嫂佣人都是要请的 她激里咕噜地说了一堆下来 信誓旦旦地安排好了一切 转眼瞧见了被我搂着的苏江 就是你这个狐狸精 强我女婿是吧 果然是一脸狐媚子样 柳家夫妇说完后 四处寻找着柳如烟的身影 没想到柳父正好踩到了柳如烟的手指 她痛得大叫 柳母看到柳如烟狼狈不堪的样子 怒目圆睁 眼睛里几乎要蹦出火花来 陆家言 你真是好样的 居然敢这么对我女儿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答应你娶她了 看来这是早有预谋啊 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你还不明白吗 我一字一句地强调这个事实 柳如烟痛苦地摇着头 这不可能 你当初明明爱的是我 是不是因为她 所以你不爱我了 她越发坚定自己的信心 冲过来想要抓挠苏江 我直接一脚踹飞了她 在她的嘴里 所有的清冷笑草 都会为自强不息 而又不起眼的小白花女主折腰 而我当初在所有同学面前维护她 接受她的豆浆 还替她说话 这就证明了我对她情深义重 爱而不得 你找了这个替身 不就是因为我当初离开 伤了你的心吗 我诧异地瞧瞧她和苏江 属实是没看出来 哪里有想象的地方 她理直气壮地插着腰 她和我年纪一般大 都是女孩子 怎么就不像了 柳如烟温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娇羞地称怒 我都有了你的孩子 你还想要抛下我吗 现场的气氛顿时剑拔弩张 苏江的手紧紧地抓住我 我手忙脚乱地解释 即便我如何证明 苏江看着我的眼神 也带着浓浓的调笑 门口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 我眼尖地发现了一个黑人 在人群中鹤立鸡群 柳如烟像一只胜利的公鸡 一把搂住我的手臂 向各位早就蹲守好的记者 承认自己是陆夫人 苏江给我使了个眼色 我不紧不慢地推开柳如烟 30厘米的身高差距 我清晰地看见了 他怪异的五官挤压在一起 你先证明这个孩子是我的 再说吧 他骄傲地仰着头 挑衅地望向苏江 仿佛已经胜利在我 仗着自己肚子里有孩子 柳如烟气势凌人地指挥 我转让公司的股份给他 柳家父母以为自己女儿 已经成功拿下了我 对着母亲也是一致气势 动不动就拿打掉孩子 来威胁母亲 在外面打着我的名义疯狂购物 也不知道是谁带着他们去买股 居然赚了不少钱 两人野心被养得越来越大 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 柳家夫妇的资金开始出现亏损 面对我的拒绝 而高利贷也被借了个遍 雪球越轨越大的利息 终于让他们生出了不好的心思 他们打开了母亲的保险柜 却被母亲抓了得正着 扭头就送到警察局去了 我们拒不出事谅解书 柳家父母被判了三年 柳如烟知道这件事后 站在楼顶上 她扶着自己的肚子 言语激烈 陆家言 你赶紧把我爸妈放出来 不然我们一失两命 你就等着孤独中老吧 我无所谓的摊开手 电话铃声响起 我脸色一变 对着那边的人言词吏色 法国的花出了问题 你不知道换个城市吗 还有那个钻戒别出了问题 听到我们对话的柳如烟 脸色洋溢着喜悦 她喜滋滋地从天台上下来 这么快就准备婚礼了 你也真是 不早点告诉我 那个股份什么时候转给我 我瞥了她一眼 晦气地挥开她的手 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还不一定 柳如烟踢了一脚我的小腿 小说里的白月光 做什么都是对的 就算不是你的孩子 你爱我就得接受我的孩子 她的无耻发言 配上扭曲的脸庞 我没忍住 推开了她凑近的脸 嫌弃地蹭了蹭手 婚礼那天 我穿着一身白西装 心中还有些忐忑 柳如烟 劈头散发地 从里面跑出来 隆起的肚子 显得她越发矮小 而这时的我 已经和苏江举行完仪式 正在给各位宾客敬酒 她愤怒地甩过我的酒杯 仰手就准备打我 我才是新娘 你和这个贱人在做什么 我淡淡地抓住她的手 指着她的肚子 事到如今 你怎么还认不清你的身份呢 从来就没有什么白月光 不过都是你的白日做梦而已 当初你敲诈我母亲的事 我都会追究的 柳如烟跌跌撞撞地往后退 她疯狂地挥舞着手臂 也不顾着自己的肚子 不可能 小说里不是这样的 我才是白月光 你爱的人只能是我 她抓着记者 哭哭啼啼 你们快帮我说说你啊 我才是原配啊 我拿出手机 里面不堪入耳的声音 传了出来 柳如烟惊恐地盯着我 仿佛我是什么恶鬼 避之不及 你这黑种人的孩子 还要继续装吗 我报警柳如烟向母亲敲诈了五百万 数额之巨大 柳如烟崩溃地跌坐在地上 藏在角落里的黑人终于是耐不住性子 上手就是一顿毒打 柳如烟痛苦地蜷缩在地上 苏江不忍继续看下去 报警把这个黑人送了进去 柳如烟生下大出血 我们立即把他送到了医院 他在病床上还不忘拉着我 诉说他对我的深情 我彻底没了耐心 直接离开了 我特意去调查了柳如烟 当年确实是碰上了那对吸血鬼父母 虽然是独生女 但是对他非打击嘛 或许是原生家庭的不幸福 柳如烟发愤图强 考到了大学 得知我们家有钱 他直接找到母亲 要了五百万出国 可是没有能力的他 很快就把钱挥霍一空 他找到了一个黑人结婚 可是那个黑人也是有暴力倾向的人 当初和柳如烟在一起 无非就是看上了他的钱 承受不住家暴的柳如烟想起了我 想要重新回国 他忽悠那个黑人表示自己能够骗到很多钱 黑人信了他 柳如烟到现在还沉浸在自己是小说女主的意想中 他坚信 只要他回来 他就可以当陆家的女主人 可是他发现我身旁有了苏江 面对黑人的毒打 他也只能咬着牙 不过这都和我无关了 几年后 我抱着女儿 一个灰头土脸的女人 抱着孩子跪在我的面前 拽着我的裤腿 陆家言 你救救我 看看你的孩子 许多年不见的柳如烟脸上都是伤痕 他抱着一个黑人孩子 痛苦哀号 后面紧接着 跟着一个凶神恶煞的老男人 他抓着柳如烟的头发 一巴掌扇过去 这时我才知道 柳如烟没有了利用价值 那个黑人就回了自己的国家 柳家夫妇也不愿意抚养 那个黑人孩子 强行把柳如烟 嫁给了村头的老公棍 眼看着柳如烟被打得不成人样 我拦住那个男人 柳如烟感激地盯着我 家言 你终于愿意接受我是吗 我醋眉 男人上下打量我 你就这个贱女人的肩膚是吧 我不紧不慢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抱着女儿 没有管后面柳如烟的呼喊 虽说他没有罪大恶极 但我也不是什么圣人 我能帮他的也只有如此了 全文完 我能帮他也有什么圣人